它能夠為香港帶來的單位供應上的改變 亦都是有限的 即是說簡單而言 它是不能夠製造更多的單位供應出來 協助香港市民 這個可以說是指標不治本的 而在土地供應上 我們認為最具爭議 亦都最需要特首親自去處理的一系列問題 包括棕地、戈爾夫球場 甚至丁地 這些都應該是由特首親自處理 但是到現在根本毫無著墨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它這份報告 這份功課我們是不滿意 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公民黨是樂見 特區政府是願意推出 我們一直倡議的空置稅 但是針對空置稅本身 我們都認為是不夠力的 詳情我現在請郭榮鏗議員 首先我想說關於空置稅的問題 空置稅 大家都知道三月份我們開始建議 有實體方案的時候到現在 其實重點都是 我們將猜響變成一個空置稅的方法 而我們的計算方法 亦都是跟這次政府的很相似的 就是用這個應貨猜響租值成200%去收 但是我們的方案有不同 跟政府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是有一個累進的計算方式 可能第一年可能稅項是較低 但是第二、第三年、第四年 這個空置稅的稅行將會是每年遞增 是倍數地遞增 其實原意很簡單 就是我們希望製造更多的壓力 或者誘因 是讓發展商 是會盡快將它手上的樓宇 賣出或者租出的 第二個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同 但是剛才特首沒有交代到的 就是我們的建議是說明 必須要修改現在的稅務條例第十七條 令到交了猜響 是不可以變相用來扣減利得稅 因為大家都知道交了猜響 是可以用來給發展商扣減 他們要交的利得稅 Profit Tax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給他們交了猜響 空置稅 然後是可以變相用來扣減 去減減他們 去交這個利得稅的錢 其實這個是會大大減低空置稅的程度 也都是做不到入獄的情況 那這個我是希望局方盡快交代 是不是會改賣有關的稅務條例 第三就是這次特首也都沒有處理到 二手樓市場的空置的問題 有些人說其實二手樓市場 或者整體的空置率都是三點幾個percent 可能是對的 但問題是如果不是香港的居民 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來香港買樓宇 譬如一個內地人來到香港買十間太古城 放在這裏空了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社會成本來的 所以其實香港人或者香港政府 要求是就著這些非港人擁有的一些樓盤空了在這裏 其實都應該是徵收這個空置稅 但是很可惜特區政府這次是沒有接受到我們這個空置稅的 這方面的一個建議 但是總體來說 特區政府那個方案都跟我們那個是非常接近的 那麼也都是空置稅 其實是大家都明白是必須有需要這麼做 剛才特首都說了 就是說現在九千多個的數目是絕對不是小的 那麼也都由這個入伙子開始計算 也是公民黨的方案裏面的其中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們要用入伙子不是用滿意子呢 之前我都說過就是滿意子那個主動權是在發展商那裏 他喜歡什麼時候去申請滿意子就是申請滿意子 他可以坐在這裏等三年四年都不申請滿意子 這個你奈他不何的 但是入伙子是有一個時間性的限制 他買了一塊地在某個時段之內 一定要申請到入伙子的 那麼所以由入伙子開始計算 我覺得是絕對合理的 那麼最後我想說就是 我真的促請特區政府 是馬上是將這個條例草案拿到立法會 因為我預期商界的阻力將會是非常之大 而我們是希望這個法例盡快生效的話 必須要馬上將那個立法程序是啟動 那麼我只是期望特區政府會馬上將那個法例 是拿上來立法會那裏的 那麼在關於那個修改預售樓花那裏 其實剛才立法也有說 他有幾個措施就說不可以擠牙膏式去賣 一定要是不少於百分之二十的單位去出售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 也沒有說到 就是現在有很多樓盤是以一個招標的形式出售 就是Tender或者Auction 那麼這個一手樓的銷售條例 其實就是不規管這些 那麼其實我們認為 那麼其實我們認為 那麼其他時間請譚文浩議員 那麼首先就想說說 關於居屋去將脫歐 就以前的七成定價變成五成二 當然這個是樂見的 那麼令到更加多人是可以購買一道 能夠負擔的居住環境 不過千萬不要忘記在過往的居屋 就算之前的七成售價 其實都超額認購得非常之嚴重的 說幾十倍這樣去的超額認購 如果你現在推出一個五二折的居屋 你可預期之中 是更加多人是會想購買居屋的 那麼所以特區政府必需要 可以提供足夠的單位給市民認購 否則的話 只會是令更加人更加多的失望 而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 他們說這些居屋單位 最重要的想法就是給別人用來住 而不是用來炒 所以我認為 其實五二折會達到一個效果就是 如果將來他們想購買的時候 他們所需要按當時市值所補地價的費用 也相對提高 這一個我認為是有助 減少一些人是用來買了居屋之後 用來炒賣的 而另外今年年度 其實有4400個這些單位 是已經收了申請表價 暫時是 雖然是未抽籤而已 是未抽籤 但是呢 林鄭月娥就將這個責任 推了給防委會 看看防委會會會不會考慮 將定價改變 由剛剛之前的定價是七折 變成是五二折 我在這裡公開呼籲有關當局 應該是用一個新定價 給剛剛已經入了申請表格的人士 原因很簡單 如果到時你抽到 但是又用舊的價錢七折 你就會覺得是很吃虧 但是又同一方面 你覺得如果我放棄這次機會 下次我又有沒有機會抽到呢 有一點令它非常之兩難 所以既然政府是已經想要行這個政策 希望防委會也都會讓現在已經入了表 但是未抽籤的申請者 也都會享受得到 今次的政策帶來的改變 另外關於它的首次計劃 在碼頭圍道的那個 其實那個誘因其實是不夠大的 如果你看回它的所謂的赤價 你會看到 雖然它說本來的價值應該是 兩萬三千多元呎 那麼 截了之後就一萬四千多至一萬六千多 其實也是非常之大的 那個的樓價是非常之高的 而最後你說 是做一個九成的按揭 當然啦 如果是那個樓價 可能只不過一般來說 可能做到八成的按揭而已 那相對來說 那個吸引力 其實不是真的叫很大 但是它所限制 五年不能夠賣 不能夠租 這個其實都是原意是好的 絕對是同意的 但是如果你秤一秤來說 這個看來 這個首次就未必是真的那麼吸引 對比起其他私樓 另外它有九幅地 就由這個啟德 和安特神報 來撥了它 由私樓供應變了供應房屋 這個其實是會提供額外的大約一萬零六百個單位 不過不要忘記在過往我們的公屋的提供 是一直未達標的 就算加上這一萬零六百個 其實都仍然落後 所以它現在做的動作只不過是追落後 正如黨夫楊橋議員所說 其實這次的改動 是無助增加一些新單位供應 當然單位的數量可能會有少少轉變 因為在私樓的情況之下 可能建的單位少些 轉了供應房屋 它那個單位可能會建多些 但是僅此如此而已 而供應的土地實際上是沒有分別 那麼我的回應差不多了 OK OK over almost a year of doing absolutely nothing on land supply and property supply it feels like Carrie Lam is trying to rush the deadline and try to submit a piece of homework to the rest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claim that hey I have to, I've done something but if you look into the details she has done nothing in terms of increasing land supply in terms of increasing property supply in substance so I would say it's far from enough and she has a lot to do, especially in targeting land supplies, particularly on brownfield, on the golf club, and also the village land. These are matters that a responsibl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have taken up. Yeah, so just to add that, apart from the brownfield sites, the question over the small house policy thing has not been, and we have not seen any solution. It is clearly unsustainable as a matter of policy, and we look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show some real courage and leadership on this issue. Now, on the vacant property tax, the reason why we put in a progressive element into our proposal is to ensure that the developers will know going forward that if I don't sell within the next 12 months, I'm going to be hit with this tax. If I don't sell within 24 months, this tax is going to increase, and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until I sell the property. So that would hopefully give them enough reason to sell the property or to rent it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reduce their future tax liability. Now, the point I try to make or emphasize is that it must not be tax deductible, so you need to amend Section 17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tax effective and to have the bite.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ank you. 在一些以往做得不足的地方 他現在嘗試追上來 很明顯作為一個正常的香港人 就算我將所有的政治擺在一旁 我就這樣看最影響香港人根本的房屋問題 基本上現界政府是沒有一個解決辦法的 所以他要在距離七一 剩下數天的情況下 教這份功課出來 嘗試以絕猶猶中口 但是很明顯如果大家 掀開這張包裝紙 看一看內涵的話 發現根本是沒有足夠的 Alvin 我留意到有幾個電視台來了 不如我們幾位再簡單講一次 我們那個立場 慢慢來 慢慢來 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 現在有其他提問可以開始 不如這樣說 特首是全香港最大的政治人物 他的一舉一動 在政策上所有的改動 本身都是一個政治的考慮 所以我相信7月1日都必然會有香港市民 針對樓價經歷了一年都沒有回落的跡象 而會上街表達不滿 很明顯這份功課是嘗試去舒緩這種不滿 但是當然在我們的立場來說 這個是遠未足夠的 還有那些人上街不只是看樓市的 就是有很多社會議題 其實可能市民都覺得不公義 或者是對不滿的 那他可能都會上街 所以你說樓市或者他現在做空置稅等等 會不會令到那些人7月1日上街 或者是多少 我覺得其實兩個問題不可以就這樣掛勾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準備好了嗎 慢慢慢慢 或者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先 我們可以先處理一下 謝謝 你看到有些人說空置稅其實有什麼用 我首先會回應這些人就是 其實那些發展商已經是非常擔心這個空置稅 除非他們在那裡辦事 但如果他們真的擔心的話 其實這個已經是有一個效用在那裡 而見到就是有很多發展商 現在開始已經放盤 立即去賣了 那其實你空置稅都未立 他已經是準備去賣了手籌上的貨 這個已經是有效的 因為住宅物業其實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可以放棄 那所以呢 每多一個市面上的一個住宅物業放售出租 就是幫到市民 那所以這個空置稅我覺得是 我相信會是有成效的 不過我們不會說 認為空置稅你立了 就會是變成這個壓抑樓價的一個良方妙約 那其實當然不會這樣做 就是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去想 因為空置稅只是整個土地房屋問題 這個這麼大的問題的其中一部分 那我們樂見政府接納了公民黨的建議 是用這個英貨差控租值的200%去收這個空置稅 我們認為這個稅率是合適 但是我們只是提出就是有些方案 是會令到這個空置稅是更加有效的 我們有一個主要的電視 就是在這個空置上 我們在這兒的舊上 我們會把它做到的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空置 我們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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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obvious I think it's the 9 pieces of land you know they swapped it over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o the public housing although that is 10,600 units in the trunk of the house 如果人家确认左预防墙,相当因此仍然仍然需要得上的目标 甚至需要严重的项目 而从这方面的体制, 因此,我们要严重抵上庇护参业 但并没有抵照该多余地区域或或多余地区域 I'll add that What I see sitting as a member of the Housing Authority is that the land available for public housing is increasingly scarce that we simply do not have enough land for public housing an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what I see is that the sites that are being offered to the Housing Authority for public housing are increasingly small and difficult to work on and that tells you one thing is that the large big site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public housing are simply not there and the sites that we're using now are sites that we could, you know, find with difficulties that we could find but they are usually very small and doesn't address the overall demand for public housing so today we note that Carrie Lam has we could turn nine land sites into public housing sites now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form of public housing or subsidized housing will be built on these sites but this is on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we see that if the major issues like ground sites and small house policy are not addressed the land supply is still going to be an issue and this is what Mr. Yang was saying is that if these major issues are not resolved then land supply would still be an issue and that is wh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s proposal today I'm not saying they're wrong I'm not saying they're no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they simply do not go fine all the claims nut I'm not saying what 是未交功課的一個同學,趕著在死線前要入份功課 過去這一年我們看不到在房屋問題上,在土地問題上 現屆政府是有任何大刀斧斧的措施的 所以現在在上月幾天到七一,到一周年的時候 他是趕時間入了這份功課 但如果我們作為改卷的,我們看看內容 很明顯這個是遠未足夠 在應對現在全香港最重要的議題,即是房屋問題上 我們看不到它有一個改革性的,或者是一個革新的一種勇氣 你會看到這次這一系列的措施在對於整體房屋供應量上 基本上可以算是沒有改動過的 除了將那九塊地由私人土地變成起供應房屋之外 那裡可能是會有少許的變動,但在根本上是沒有改動過 而作為特首,我們期望的是應該針對最核心的源頭 即是土地供應是會做功夫 包括棕地,包括哥爾夫球場,更加重要當然還有丁權丁地 這一系列是需要一個領袖去幫我們解決 但是現在它除了交給第三者黃遠輝處理之外 基本上是跟它完全無關 那在這一點而言,我們當然是不想見到 也都認為是遠遠不足的 在空置稅上面,這個是我們公民黨在幾個月之前是推出 我們認為我們是樂見,特區政府是接納我們的建議 但是在細節上面,我們都認為距離我們的大方向 都仍有一些需要進步的空間 那些細節,我請郭榮鏗議員再講一次 那講多一次,就是首先我們樂見就是政府 接納了我們大部分關於空置稅的方案 那這個空置稅其實我們一向都在講 就是用英貨差響租值的200%去收取的 但是當然我們的方案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是用一個類進的方式 第一年可能會較低,但是第二,第三年,第四年 我們建議是那個空置稅的稅率是一路提高的 一路相配下去的 那當然那個類進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希望 是給這麼大的壓力或者誘因地產商 是盡快將它的單位是推出去市場或者放租的 第二個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未交代的地方 就是這個空置稅或者差響空置稅 是不可以讓發展商去扣減他們的利得稅 那所以呢,是要改這個 這個稅務條例的第十七條 去將這個差響變成不可以扣減 因為如果你可以扣減這個利得稅的話 你對於那個發展商其實那個入獄程度是會大大減少 那就變成真是這個空置稅變成了正式正稅 所以我們期望政府盡快拿個方案上來 因為我們預計商界在立法會的代表將會是 阻力會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空置稅的法案 馬上拿到立法會 請譚文豪議員再補充 請譚文豪議員再補充 你們想說一下這個 聽到的 是啊,那麼我們公民黨是會建議 將這個 現在賣樓用招標形式賣樓 都是歸納在這個一手樓銷售條例裡面受規管 那就是要改回第六十七條 令到發展商不可以用一個招標的形式 就避免了一手樓規管這個條例 那如果他們不做我們會提一個私養條例 那首先 回應關於居屋撤勾這個事情 首先他現在定價在五、二節 其實是更加吸引的 那你可預期呢 其實將會有更加多的議員 是會申請和扣入居屋 那在過往你見到每一次居屋售賣 都是大排上路 亦都是超賀營購幾十倍 那現在價格還是優惠了的時候 我相信是會更加多人的診定 所以特區政府是需要 提供更加多的居屋單位 可惜就給他們來做投資 第二點呢,在這次他降低了 變了五、二節之後 其實是有助 令到買了居屋的人 是減少了去第二次去炒賣或者賣樓的利用 因為始終將來去補地價的時候 用回到以前的市值 要補回四十八的這個補地價差額 所以這個我是同意他們這樣做的 但是有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在現在已經入了表 在有四千四百個單位 其實是今年發售 其實我已經入了表 但是只不過是未抽籤那一班 其實我認為是需要 用新的計算方法來來補正價單 因為呢,你試想像 如果抽中那些人 現在跟他講說 你都要用回之前 舊的方法計算 七節的售價來購買呢 就是堅硬去買好 還是放棄這些 就是抽不回來的 所以其實希望防委會 是盡快來領定回 這四千四百個單位 是將它用三個定價 來出售 另外呢,關於那個首字那裡 首字那裡四百五十個單位 在碼頭圍裡 其實它的價錢 折扣等等 其實相對來說 是沒有那麼吸引的 甚至乎是 我覺得是不吸引的 第一,它的尺價 其實都去到一萬四千幾 至一萬六千幾一尺 這個第一 第二呢,其實它提供 只不過是一個九成按揭 其實如果這個樓價 它分分鐘是可以 都做到八成按揭的 所以其實所謂的誘因 其實不是很大 而它也都限制了 它首五年不可以賣 不可以租 當然這個是同意的 是不應該賣 不應該租的 頭五年 但是如果你提供那個折扣 是不太吸引的話 相信未必太多人 是真的會買 另外那九幅的地 由安達神山 和啟德 是將會由 本身私人發展 變成公營 這個呢,只不過是 左手交右手 因為當然啦 如果你在公屋的話 單位可能會多些 在私人樓宇的話 可能供應少了些 但是 你這樣 只不過是將地的性質改變了 其實是沒有了整體上 整體上 這個單位的供應 現在呢 這九幅的地 只是說的是 一萬零六百個單位 就算你把這個數 加上去 所以呢 在未來五年 這個供應房屋的需求 仍然都還未達標 所以只不過 是做的行為 是追落